他是先把你逗充 讓你成為社會上人人批判的重點 也就所謂的社會性死亡 然後搜索你以後 他就開始東套西套 這就是柯P說的開始編故事 就是要創造一個法律死亡 下一步要幹嘛 政治性死亡 這個就是死亡三部曲 柯P當然 黃國昌在那個樓梯那邊等他 我就一直看 那麼大家媒體記者 把他擠到一個地步 好 他後來走到人群中 他拿起麥克風講的話的重點就來了 對 沒害 你搞了個半天虛妄一招 你其實你約談我就可以了嘛 對 你何必從一大早搞那麼大搜索 那是他的目的合善你知道嗎 光晴 他如果不先用所謂的 什麼帳戶的問題 然後去看房子的問題 然後各種方式把你逗湊 讓你的人設崩塌 心狂 心狂 然後是沒有辦法去搜索你的 他是先把你逗湊 逗湊以後 讓你成為社會上人人批判的重點 他覺得時機成熟了 氛圍到了 於是就 也就所謂的社會性死亡了 政治性跟社會性死亡 然後搜索你以後 他就開始東套西套 然後最後把你羅織出來 從內部瓦解 這就是柯P說的 去搜索你以後 然後拿裡面的硬碟跟手機裡面的資料 開始編故史 這個編故史 就是要創造一個法律死亡 那麼社會死亡進展到法律死亡 下一步要幹嘛 幹嘛 政治性死亡 就這樣嘛 所以這個就是死亡三部曲 死亡一部曲就是社會性死亡 第二部曲就是法律性死亡 三部曲就是政治性死亡 那這樣子對於既自卑又自大的 賴清德來說 他才有安全感啦 你跟鍾小平掰到什麼地步 他的影音檔我有看 他說那金華城有三四億的匯款 全部都到了柯P這邊 如果真的有 如果真的有 鍾小平說真的有 不要說全部 有十分之一好了 你認為賠儉 在昨天的積壓庭 會不拿出來嗎 他一拿上一刀必命 現在柯P人在儲存 對不對 為什麼會讓這個 積壓庭的諸法官 會說你的犯罪事實不明確 證據不充分 這是客氣話我說過了 他的意思就是你抓錯人嘛 所以才會用無保請回啦 我問你什麼時候開積壓庭 是無保請回的啦